还有一个现在我们这边很多要改变的话 就是罗后的这种教育 但教育要改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能有必要每个孩子都要度完 最近我去的一些学校 他们都在这里可能跟很多地方都不同 就有些习惯上呢 就是很多孩子没有满18岁的时候 都可以生孩子一起生活这样 当然这个并不是兰费的事 就包括尼泊尔啊包括印度啊 我们全世界的孩童 孩童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都是按照联合国 这个国际儿童基金会的一些统计算的话 那么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 没有满18岁的这些呢 都有之前就是生活或者是结婚的这样的习惯 其实这是虽然是一个习惯 但是它直接影响了我们很多孩子的早期的这种教育 我认为有什么学生的 还有其他东西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点赞 在这里有点赞 我们应该有点赞 我们应该有点赞 我们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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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的情况下 我认为 因為他們的習慣和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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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很多學生的學生 他們不可以得到一個正式學習 因為他們在18歲 他們已經結婚了和給予生的學生 所以他們的時間是花了 給予生的學生 we cannot have enough education and this is not only in Africa in Nepal, India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like that and from a statistic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they said that one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age group of the people under 18 years old in the world they have already get married or get babies so one third of them 因为我们认得价值观 还有它的人生观要成熟的话 必须要从20岁以上 甚至45岁 现在国际上的很多的人类学家 他们认为人生当中的20岁到40岁之间 最能成熟丰富自己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呢 虽然可能现在跟观念有点不同 不接受 这是我也理解的 但是呢 将来我们很多年轻人呢 应该要想到年轻的时候把学业完成 然后对自己的民族 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国家 用一种知识来完成这个大的事业 还能发展到那些人 对自己的经验 包括他们从未经验 人们未经验 他们未典有些平坪've 成熟丰富大人 及其他人 所以 所以这种概念可能不可适应的 在一些群统的群统 他们可能会有优秀的优秀 但如果你能够多时间 当你还是年轻人 更多的知识 你能够更加强烈 然后你能够更加强烈的 社会和社会和国家的体制 最后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小镇为主的一些老师 有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我很希望非洲本土的很多老师和学生 应该去各个地方也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其他不同的宗教和他们的习俗 同时也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来接受 外来的现在的新的知识和一些观念 有些我们的观念需要调整 有些观念我们不能上去 很多古老的传统观念 我们不能让它因为新的观念而失去 所以在这方面我特别希望我们非洲的很多知识分子要关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nd finall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Mr. Chesler and also professors and everyone who has come to this talk and I do have a strong hope that the intellectuals here kind of have an open-minded attitude to study or learn about other religion and be tolerant to our cultural knowledge and maybe kind of have some adjustment on your own idea or concepts but at the same time don't give up don't abandon your own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and your tradition and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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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